你剛才說Spotify 或者是其他世界上的同行 你叫他 你就看到他的生徒率 或者是他的阿博 還有一個上升空間 是可以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是從 你剛才問我增長 我覺得從增長的驅動 就是Pay Ratio和阿博 但是他的生意這個Structure 其實我認為可能會比Spotify還好 在於說Spotify其實在海外的話 是比較的依賴這個 Top3 Global Album Company 就三大音樂版權商 唱片公司可能佔Spotify的這個主導 所以他並沒有太大的一個預價權 所以Spotify在音樂上的Margin 是明顯低於騰訊音樂 在中國呢 這個上游其實要分散很多 這個三大唱片公司在中國 流量當中可能佔30 然後其他很多是小的第三方 同時的話 那個騰訊音樂自己也開始去做一些Studio 所以他不僅是做一個platform 他也往上有延伸 未來他可能會 比如說像Netflix一樣 他會有自己的一些Content 所以從攻擊的角度來講 就是攻擊的角度 就他會更 favorable 從競爭的角度 其實基本上現在就是 就是騰訊音樂和網易音樂 所以就是duopoly 然後騰訊音樂現在 這樣就絕對就做到 所以從攻擊和競爭的角度 中國的這個Structure 都要有利很多 所以這也就反映了為什麼 騰訊音樂它的OP Margin 遠高於Spotify 另外你剛才講到傳統 傳統那個 為什麼它沒有收到很大 就是宏觀經濟比較弱 為什麼它這兩 剛才你說的兩個傳統的行業 它沒有收到宏觀經濟影響 都沒這麼受影響 是 就是宏觀經濟的話 其實經濟當中有很多很多的組成部分 有些經濟部分表現非常好 有些經濟部分表現非常差 像我們知道去年我們整個疫情防控 但去年新能源表現非常好 然後今年的話經濟復甦 反彈並沒有大家想像的 來的那麼的猛烈 但是我們可能看到我們的高端 新量汽車現在很好 所以整個宏觀經濟 並不能代表各個產業的 各自的一個表現 第二點呢 就是比如說我們回到這個造船行業 造船行業在經過07年 一直到20年 這樣的一個長達十幾年的下行週期以後 其實很多很多的產能 已經退出這個行業了 就它產能是急急縮縮的 但同時前面我們提到 這個幾個需求的這個驅動因素 第一個驅動因素 你可以跟宏觀經濟有關 但是跟疫情有關係 第一個驅動因素就是 在20年21年全球疫情的時候 整個供應鏈受到極大的一個 就是供應鏈的效率下降 供應鏈效率下降 會導致你的這個船的周轉下降 導致你的運力不足 比如你的船本來以前一個月可以跑兩趟 現在一個月只能跑一趟 等於是你的effective capacity 是往下走的 所以呢在那段時間 你看整個集裝箱航運價格 其實是長得非常高 所以從這些航運公司的角度來講 他們的利潤和現金流狀況非常好 他們賺了這麼多錢 開始買船 這是第一波 其實它跟宏觀經濟關係不是那麼的大 它更多是specific event 導致的 第二個 這是第一個 driver 集裝箱船 第二個 driver 在俄烏衝突以後 很多歐洲的油氣來源 從pipe來 變成要從海上運輸 所以這會導致對這個 搖輪機船對這些運油的船需求的大幅上升 這是第二個 driver 第三個 driver 就是現在大家對 有些歐洲和全球都出了一些標準 就是要降低這船的 提高船的燃油使用效率 讓它更加的節能更加的綠化 而且很多時候可能會直接用碳稅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的話其實會迫使先有的船 現有的航運公司 其實是更新它的船 因為新船的話會比它現有的這個老船 從總體成本的角度一樣要低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driver 其實跟宏觀關係可能都不是那麼的大 所以你在供給下降了很多 但需求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 在不斷上漲的時候 你就發現非常大的一個上行周期 從對現有的這個造船企業來講 其實就是跟15年 就是那個供給給改革 就是鋼鐵、水泥 因為就是它的競爭對手其實沒有了 所以它就保持價值 雖然收入沒有增加很多 但是毛利率就漲了很多 就是這個邏輯是不是也是差不多 造船行業其實更多是市場化的一個結果 那個當時水泥、鋼鐵 那些當時說的供給的改革 有部分是行政的這樣一個結果 我覺得這個市場化的因素會更多一些 但我覺得最終大家看的結果是一樣 就是供給下降需求回來 所以整個行業的利潤可能會得到明顯的提升 但如果好像造船業這個 你覺得它的周期會維持的很長 比如說好像這個集裝箱的價格 都已經比這個疫情的時候跌了可能七八成 是 那造船會影響到嗎 集裝箱其實直接影響到集裝箱 因為那個在像疫情的因素 在整個疫情消退之後 其實全球的供應鏈效率開始提升 然後增加了很多的船 所以在containership 集裝箱船 包括集裝箱它的價格是下降的 這個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到 但是造船企業的丁單還在不斷往上漲 就是有我們前面講到這個 這個因素要運油的船 包括這個ESG的要求讓大家更新這個船 所以這個的話其實是更長時間來持續的一個周期 所以我覺得丁單現在還是不斷的往上堆擠 現在我們前面提到 可能有些造船企業的丁單已經排到27年去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是從丁單的角度 第二點是從這個利潤的角度 造船它一般的這個周期可能會持續幾年 所以它在簽訂丁單的時候 是依據當時的原材料價格去簽訂的 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他們正在deliver的船 可能幾年前簽訂的 那是可能原料價格比較低 但是它船價可能簽訂也比較低 但後面原材料價格漲上來了 所以它現在其實並不能完全體現它的利潤 我們再往後看 比如說明年或者後年 那時候交的船 可能就是在21年甚至22年 原材料價格很高的時候 所簽訂結穿 所以那時候它的利潤可能會得到極大的釋放 哦 嗯 另外有一個 你們特色的是投資一些中小市值的股票 那你的概念是從一個 就是從一個行業裡面找一些 就是 不是很投資 就是押注它的市場份額 可以挑戰前三 或者是從一些 新興的行業裡面找一些移民家 你的邏輯是怎麼樣 對 其實我們的邏輯 我有幾點 第一點的話其實我們 我們的定義不是我們投宗教股票 我們的定義是我們不投市值最大的前100家公司 這個原因是什麼 就看到 就中國前面提到有6000家的公司 大概可能不到 也就五六十家 是市值在300億美金以上的 就less than 1% 我定義它為這個MegaCap 但你看MSI中國的指數 1% of the company 他們大概在指數上在60% 然後看我們的同行 其他的海外的中國基金 基本上他們50%以上的資產 也放在1%的這個MegaCap裡面 所以這是很大的一個mismatch 這個mismatch是在於說 這1%的opportunity 佔據了50%到60%的這個資產配置 就opportunity和資產配置這個 disconnect 第二點就是從我們的客戶的角度來講 如果我們的客戶要投資我們的基金 或者要投中國 其實他們絕大多數已經有了 那些MegaCap exposure 我想我們的客戶即使他不買中國股票 不買中國基金 買全球基金 甚至是或者是那個新興市場基金 他可能也在Portfolio裡面已經有 已經有了這個Tencent 已經有了TSMC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 我的角度出發呢 其實我如果買同樣的股票給他們 其實並沒有創造額外的 這個Value Added給我的客戶 所以我覺得從這兩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我們設計了這樣的一個產品 第二點呢 是從機會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前面提到 這MegaCap 1%的MegaCap 佔據50%到60%的這個資產配置 但其實我們看historically 比如說看過去的3年 或者過去的10年 我們看有哪些股票表現最好 我們當時我們的這個criteria是說 你哪些股票可以以20%的這個return compound over 10 years over 3 years 這個結果是百分之99 甚至百分之100的公司 在三年前或者十年前 那些那個 big winner 他們三年四年前 他們開始的時候 這market cap都是低於30 billion US dollar 就比如說historically 我們可以看到 絕大多數的這個future winners when they started there was small cap 也不叫small cap 他們是在below 30 billion US dollar 所以這個是一個機會 第二個機會呢 其實就是從這個mispricing的角度來講 比如說 在我們這個領域 98%99%的這個 Number cap space 其實很多公司可能就一兩個分析式覆蓋 然後呢 有很多企業我們去調研的時候 他們可能反映說 我們可能是近半年唯一的這個外資企業去進行這個調研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覺得我們更容易去找到一些可能被市場忽略 或者是沒有意識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如果你在想像一下比如騰訊 我不知道可能有幾千個投資者在跟蹤騰訊的一舉一動 在這樣的一個所有人都非常極度關注 這個調研非常充分的情況下 要有這個unique insight 我覺得是相對來講比較難的 在我們這個領域 大家 我叫它unde explored space 在這裡要找到mispricing的機會 其實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所以我們就從alpha opportunity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我們的這個領域相對來講 也是比較容易創造alpha opportunity 這具體回到說我們投哪些公司 這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投這個高速成長的公司 包括我們前面提到 我們當然有部分高速成長公司 但那個在目前的環境下 真的可以 其實不是在目前的環境下 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一個可以sustain 20% plus earnings growth的公司 就是五年以上其實非常非常難的 所以那個我就是 就是那個這個 是cundial 那個東西當然我們是需要找到 但第二部分呢 其實很多那個 我稱它為non-linear grower 就是一些tank 一些industrial公司 他們未必會持續成長 但是在不同的時間內 它可能會有product cycle 可能會有industrial cycle 它可能會一到三年之間 它可能會表現非常好 這種公司其實我們也希望capture到 第三種呢 可能有些就是 確實是從total return 從估值的角度來講 非常好的生意 但是呢估值非常attractive 然後成長可能不會特別快 但它給你非常好的dividend 從total return的角度來講 其實也是可以非常attractive 那現在的環境會不會就是尋找這種公司的難度高很多 現在的環境尋找這種公司難度低很多 對吧 只是說這個 我們找到這個公司之後 什麼時候這個市場 開始恢復給他們一個他們應該有的估值 這個東西是比較難判斷的 這個東西也是我們難判斷的 所以我們能做的事情是 所以我不去做這個事情做個判斷 我們能做的事情就 回到一開始講的 每天去見新的公司 建立我們這個 建立我們這個 拼拼圖 建立這個模式識別 同時 不斷地去upgrade我們的portfolio 找到好的公司 找到更好的risk reward 然後替代我們組合當中 我們相對conviction低一點的 所以每天 就每天upgrade我們的portfolio 讓這個portfolio變得更attractive 什麼時候這個市場 開始給他們應用的估值 這個不是我們去 我們可以決定 或者可以非常好地去預判的一個事情 但是現在 這是我們經常都訪問一些 就是投資 投資投資集會 機構投資集 他們有些點都會抱怨 就是 就是 能監度很低 那 投資大型股票的人 都收投 能監度很低 那投資比較小型的 那不是 能監度更低 我覺得 在這裡面 有個 有個 misperception 是什麼呢 如果說 你的 你只看五十支股票 等於是 這五十支股票 你對每一支股票 you have to make a judgment 你都要有個 core 就像我前面講到的 騰訊 騰訊有幾千個人去研究的時候 你要有 unique insight make it a core 有時候你可以 有時候是難的 因為它太透明了 而且你只有五十支股票 所以他們是在做 五十支股票都是必選題 都是必做題 都是必做題 我們在做的其實是選擇題 我面對六千支股票 我這六千支股票當中 比如說我每年研究五百家公司 五百家公司 可能當中有四百家 我覺得 I don't know 或者這樣 可能有兩百家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喜歡 有兩百家 I don't know 然後一百家 可能有意思 然後呢 我就把時間花在這一百家當中 最後 我可能找到十家 十五家 發現這個東西 我可以投資 就當我們的池子足夠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 選擇 能見度高 看得清楚的東西 來進行投資 而不是說 逼著我們 必須只在這五十當中 五十個蘋果當中 一定要挑一個最好的 我們可以在六千個當中 我挑十個我覺得 最好的蘋果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產品設計 其實可以讓我們 這個去 忽略一些 能見度低的 一些情況 把我們的 時間點和專注點 放在說 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些領域 因為我們 我們都網傻的大 我們六千家公司當中 挑十個 如果你的產品設計 是說 你主要還是看投MegaCap 你可能要在一百家公司當中 你要挑五十家公司 我覺得它的難度會比我高 對 就我同意的一點就是 能見度 或者說 其實在大多數時候 在大多數時候 整個市場當中 可能有超過一半的公司 你很難去 make a judgment 但能見度高的時候 我這個年度分兩方面 一個是年度說 你 Fundamental好 Fundamental的能見度 一個是股票的能見度 我覺得現在大家在講的 是 Fundamental的能見度 但是呢 當 Fundamental能見度好的時候 股票能見度是低的 因為估值都會很貴 對啊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回到 比如說17年市場很好的時候 21年市場很好的時候 那時候投資也不容易 那時候基本面看起來都很好 但估值都很高 那時候投資也不容易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覺得把這個網撒得更大 然後呢 在六千支股票當中 挑到 Fundamental和估值 都比較好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 會遠大於說 我只看一百支股票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在過去一年的話 就是你們 portfolio裡面的股票 你發現有就是有實現 會實現到你的預計的多多 我就分兩方面來講 第一方面呢 從基本面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過去一年當中 我們股票 我們股票市當中很多 從基本面都達到了 我們想要的這個預期 比如說我們講的 酒店也好 購物中心也好 在線招聘也好 這個 音樂也好 造船也好 其實他們基本面 其實都是 都是非常好的 Earnings Power還在不斷的 不斷的去 compound 股票層面 股票層面呢 其實有分化 有一些 比如說像 Tensor Music 像造船 其實在股票層面 也得到了不錯的反應 但有些行業 比如說我們講的購物中心 像萬象生活 百分之三十的 Earnings增長 但股票並沒有 Perform 它的Multiple 變得更低 對吧 所以這個 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我所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 Make sure 我的 Fundamental judgment 是對的 同時 我給的估值是合理 或者Attractive的估值 具體這個市場短期 這股票短期會怎麼去變動 於我們的角度 其實比較難去 有個specific timing 而有時候 大家就是 會對某特定某個 theme 特定某個 sector 感興趣 但我覺得 over time 股價跟著 Earning Power走 這個事情其實是 是不會變化